先跟大家报告一下 我们在圣年宫修行的时候的共修规约 我们的共修规约呢 就是我们的佛归礼节 那先跟大家介绍一下 我们这个道场是一个灵修的道场 所以会有 你会看到我们在训体啊 在道场我们这样 这叫洞禅佛武 那训体的话 基本上是要归一的道庆 才可以来我们道场训体 如果你初期来到我们道场 有这个需求 除非我们是圣物指办的时候 会帮你处理 但一般如果你那时候还没归一 跟是有来一起做共修的话 会先建议说 就是看你的状况 那一般如果说你是可以控制的 并且可以了解我们的规则 当然你要下来训体 我们也不会反对 那如果说你的灵性在这个训体 洞禅佛武的过程会比较混乱 那我们会禁止你来这边训体 那原则上是归一后的道庆 我们会让你来这边做训体 因为我们训体的时候 也会有我们的佛归礼节 那这边先跟大家讲一下 我们灵修灵疗 共观招待 以及你来这边做共修道庆的身口意 你要怎么样去了解我们佛归礼节并有规范 好 这边先跟大家讲一下灵修的部分 灵修的部分就是 因为我们是有在做灵修工作的道场 所以这部分的规则会比较严谨一点 好 那我们会有本质 就是灵修跟灵疗的登记本 好 这个登记本的作用是这样 最主要就是我们的灵修会长 跟灵疗会长 他们会去掌控这个登记本 并做管理 假设你今天是有需要被灵修或灵疗的道清 你就自己去登记 我们大抵的原则是这样 课堂上我们会跟你讲 你自己去登记 好 比如说你现在有法号了 庙征 你就在想要灵修的地方写一下庙征 好 那 我们的共修时间的 的那个时间点 也跟大家报告一下 感谢 好 大家看一下 我们共修时间就是6日 然后时间就是 从下午的时间就是共修 那会有几个时间点 11点半到2点 就是道清他们会进来到道场 有的会来静坐 有的会来做动场服务 临修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的登记本你可以登记上去 可是那个时候是自由时间 你可以 如果你可以操控的话 你就自己下来混费 但是你要注意一下就是 旁边如果有师姐或师修 可以帮你看一下 因为训题的过程中 假设你操控不好 有时候会摔倒会受伤 在道场我们不希望你会有受伤的状况 所以你如果操控的很好 当然没问题 可是操控的不好呢 旁边一定要有人看 那我们干部也要注意 假设说 在这个11点半到2点 有人进来共修静坐 请我们的干部或是说 一起来这边共修的道清看一下 就是 防范大家在训题的时候会跌倒 或者这种危险性要降低 好 那这个自由时间呢 不在这个登记本的范围内 你可以登记上去勾自训 但是就不是由我们 灵修会长去帮你安排 好 2点到3点上课 就禁止灵修灵疗了 停止了 好要上课了 那 3点之后 我们楼上2楼接驾办事 所以会有 我们会有两组工作人员 楼上就是生物工作人员 跟导物工作人员 楼下就是 共修 你在静坐 你要做洞产佛物 你要去灵疗 这时候我们登记本就发生了作用 你要登记 我们才帮你做灵修灵疗 你没有登记 我们就不会帮你做灵修灵疗 好 那在这个共修时间点的时候 你去做登记 由我们的会长去帮你安排 谁帮你灵修跟谁帮你灵疗 这样大家清楚吗 好 6点之后又是自由时间 因为我们共修时间就是到 大概到6点 然后6点 假设执办生物比较晚 可能就是到执办生物之后 才是自由时间 大家清楚吗 那6点并不是一个 置试的时间点 他大概就是 共修时间 到结束 好 基本上是以生物的结束时间为主 好 楼上如果办事 办到7点怎么办 这样了解吗 如果办了比较晚到7点 可能楼上还在办事 可是楼下 可能已经6点之后了 大部分到庆训题也都训题完毕了 那你 你这个时候 也是自由时间 你想要自己下一个训题 也没有关系 你比如说我不想让人家带 可以啊 那你就 2点之前 6点之后 这样大家了解吗 我不想让人家带 我可以自己操控的 那我就 选这两个时间点 那如果是 3点到6点 这个共修时间 我们会帮 我们会有会长帮你安排 那安排你下去训题 但是 但是这个时间点就是 来共修的人会比较多 可能 我们就会开两个场子 前面 后面就有两 两组 人马在帮忙训题 然后后面也会有人在领导 因为现在人比较多 所以这部分我要跟大家讲一下 所以在领导的部分 第一个你要去遵守我们干部工作的 调配工作 分配到你要去度谁 请组员不要推辞 并合缘月色的接受 因为有时候 我们去度到谁 不一定嘛 那如果你是 灵修组的组员 你可以去选择 你要度谁吗 只要在3点到6点的这个时间点 没得选 会长帮你安排 你就去做就对了 好 你不能当下 比如说 会长安排我去度 秀珠师姐 我看到是秀珠 我就脸色很难看 我不要 这样秀珠会很尴尬 会长也会很尴尬 这样大家理解吗 你就是把这个工作接下来 那 有没有什么情绪 有没有什么 那都事后 你要自己看有什么问题 你要自己去修为自己 那如果会长帮你安排下去了 你就先做就对了 好 第二个在领修的部分 我要尊重正在度铃的人 就是度铃老师 我们会有一个度铃老师在帮你带动 带动这个训题 我们会有方法教你 那尽量不要随意的插画及下指令 那 这个部分就是说我们在做 动禅佛舞灵修的时候 灵修老师在带动的时候 旁边人不要出声 的意思 为什么会这样 因为曾经我们在灵修老师在带动的时候 这个人 会听的是灵修老师的指令 可是我们旁边会有师兄姐会说话 哎呀你手要比较贵的啦 哎呀你说的比较大声的啦 都不是我们灵修老师下的指令 那在当场在训题的那个人就会听到别的声音 但是他有时候 气场的带动之下 他并不知道这个人是谁 那这样会让中间在被带动的人会觉得有点混乱 那他要听谁的 而且这样子 混带起来的时候 很吵很乱的 到底是要听谁的 所以我们会给你一个规范就是 当度铃老师开始在度的时候 如果你再有意见 你都要 点点 你就是听看就好了 但你不要去出口说话 尽量不要 那度铃老师你们自己要注意 假设这一个正在混带的这个人呢 啊这个 不是很稳定 或是人家 给 很重很重的 他已经没法操控自我 要怎样 快把旁边的 不论是 前倒倒清 还是昆倒倒清 没关系你就点起来 几个人把他围住 不要让他跌倒 不要让他摔伤 这样就好了 这样大家知道吗 灵修老师自己要把你的 我们购秀道清去 请他们来帮忙 你不能就 放着给他摔出去了 这样不可以哦 这 我们在道场 第一个是安全为主 请问各位如果你们爸爸妈妈兄弟姐妹哥哥姐姐弟弟妹妹来这边混带混得受胸 你会怎样 你爸爸不要去啦 你阿嬷你这拔斗受胸你怎样 阿嬷你这受胸你不要去啦 你会不会心疼 要啊 所以我们来到这我们把 大家都当做我们家里的人一样 我们尽量要把这个降到最低 因为混嘎的时候会发生什么事 其实很难判断 不好 不好判断 因为这个架他的那个灵动力有多重 他的操控性好不好 因人而异 那为了我们在杜琳老师我们要去帮人家 顾 顾这个安全性的话 那就我们共秀道庆一起要学来顾 这样大家清楚吗 好 然后 再来呢 要注意隐私 好我们杜琳的时候呢 如果你杜琳老师你发现 诶 先佛给你感知 他有一些什么样的状况 但是你要不要 提出来直接 当场跟他讲 不要哦 这是注意隐私的部分 先佛给你的感知 是要你去帮助众生 不是 不是去伤害众生 所以感知给你的之后 你要如何委婉的 告诉这个人 提点他 而不是伤害他 这样大家理解吗 好 所以呢如果你敢知道了你觉得先佛好像要跟他通知什么事 但是这件事可能是他的缺点 可能是他最近不好的习气 怎么办 当下先不要说 等他整个训题结束退嫁了 把他 请到旁边 聊聊天 提示他就好了 你绝对不可以在训题的时候 就直接 他做了什么不好的事 这样就没有隐私 你没有顾虑人家的隐私 这样是不对的 修行人要引恶扬善 对不对 你就明明知道他做不到 你又给他演出来 你什么情形 这不可以哦 我们自己要注意到这件事 也不能因为要表达自己 通得很准 然后去伤害众生 你看我通得多准 那预警他就是 做了什么不好的事 让我查到了 我分带的心 我没有给他点出来 让他知道我有多厉害 这样对吗 不行 这是你错误 共高我慢的心态 在我们道场 我们就是这样在 规范我们道庆 假设你有这个想法 跟你有这种思想 我会请 把你请过来 好好的思想教育一下 好 那各位道庆 如果你发现 我们有这种现象 你务必要回报给我 为什么 我要做管理啊 假设你们都不回报 众生 伤害了 之后最终一条路 就是退道 你不想来了 不想来了 那为什么不想来 有时候是我们共修道庆在共修的时候的言词 这样而已 或是眼神 或是感觉 讲比较世俗一点 心情不好 那这个都很容易让人家退道 那我们先 谨慎的自己的言行 举止 只要我们都有 做到 以后 道庆他要自己怎么选择 自由选择 他如果真的选择 要来离开道场 那也没关系 至少我们没有犯到 太大的错误 这样大家理解吗 好 所以我们要注重隐私喔 台下指导的时候 譬如说我们刚刚讲 你好像好像有翻 先复好像要通知他什么事 可是你觉得这个不能讲 你就要不要讲 带到旁边台下指导的时候 小声的说 委婉的说 不要让旁边人听到 你不能带下来之后 哦 主带我告诉你 刚才某人告诉你 你就是 然后旁边人都听到了 这样也不行喔 注重隐私的意思就是 就是你跟他个人之间 这样就可以了 提点到就好了 我们不要去做那个 就是伤害众生的事 这是很重要的 因为 因为这个我们到场都发生过 那既然发生了 我们就会注意 并把它当作一件事项 来告诉大家 以后我们不要再让他发生 还有杜琳老师呢 你自己要注意 或许有母娘吃茶 在酱给你的时候 那你 你可能会有感觉 对不对 那可能会有一种 哭泣感 对不对 记得 对方如果没有什么感觉 你不能先哭 先喊 喔 不可以有这种行为喔 你就算是带母娘架 观音菩萨架 乌母架 在带这个隆儿凤女 可是你有感觉到悲伤 难过 情绪上的 不论你是感觉到怎么样 尽量克制 尽量克制 可是你如果 你克制的来 只是巧巧的掉眼泪 OK 接受 可是你不能 哭哭喊喊的 然后整场都在哭 然后我只听到哭泣的声音 然后冲出来看的时候 两个男人在哭 都没你哭泣 那真的很奇怪啊 两个男人在哭是在哭 啊你如果特长都这样我就会 这是你哭泣吗 哭泣就是要你的肉铁跟你的鲜铛器 来调整 让你的企团 筋扎出来 这这是哭泣啊 你不是两个男人在哭啊 母娘自己跟你说 这样你哭 不行 对不起 表示你没铁铛 你自己本来没铁铛 你又带动别人 没铁铛 这样唱哦 这样了解吗 所以呢 因为这都发生过 所以要拿出来讲 好以后不要发生 好 然后呢你在做 帮人家做训体的时候啊 你要特别注意 几种状况 老人家 身体不好的 元气虚弱的 重病 好还有呢 他的铃铛不稳的 为什么讲写这一些 只要是这一些这个状况 他要混嘎的需求 有没有 有 但是他有这些状况 他都可能产生不稳的情形 就会产生有危险的状况 那我的做法是 他有这个训架的问题 他非训不可 我会拿个小椅子 像我这个矮椅子 放在旁边 拿法器给他 让他混嘎 因为他的架式只要有出现 他的铃铛有平静 这样就可以了 要不要起来打嘎 就不一定 所以我们 灵修的老师 自己要了解这一点 不是每个人都要起来跳 不是 如果是老人家 有的已经都 快七十岁八十岁 你还叫他 对 帕山川 打连灰 你就要帕连灰 你把阿嬷在这 帕连山打连灰 没关系 你是要 你是要怎么搞 因为我看过就是这样 那都七八十岁 帕连灰 啊 帕帕连灰 他都不知道要怎么帕 他的 他的已经 操控不好了 林修老师还在给他 赶紫里 对 结束 然后阿嬷就很累 气喘吁吁 然后呢 怎么办 我看了很难过 你要看一下这个人年纪有多大 还有他的林架是不是有到那个 不是每个人都这样训 不是喔 如果说这个年纪比较年长的 那他也有这样的需求 尽量以坐着为主 坐着他林架 手带动 脚带动 这样就可以了 总是比赞泽迅 安全吧 如果他赞泽迅 然后你又叫他打连灰 喔 我看了我很紧张 但是等一下一不小心滑倒怎么办 老人不耐摔的 那摔的很有问题呀 可以这样吗 所以千万不要有这么危险的迹象发生 不然我觉得 道场大家都是来做义工 你们可以 发生事情拍拍屁股走人 我走不掉啊 我讲的够不够白 你们可以快去回家去啊 可是这里出事谁要担 师父师母要担 上课不是没有讲 我一定会讲 可是你也没有那么谨守这个规矩 为什么我要管的那么严 因为我要管的是大家的安全 你们可以回家去啊 可是如果有人在这边受伤 那怎么办 那我们可担不起呀 那你们 大家既然来做义工 那是不是要一起 要把这样的工作做好 不要不要有这种危险性 因为训题是比较危险的 我只能这么说 所以呢 大家 一定要去顾虑 在训题的时候对方的安全性 假设他真的是身体不好 元气弱重病 或是凌驾不稳这种形式 可是也有训题的需求怎么办 拿一张椅子给他做 拿法器给他 帮他下指令 然后给他自己律动 就这样做 不一定要起来混嘎 然后我们这里都会教育道清 因为我们有灵修灵疼登记本 所以当他有需求的时候 叫他自己去登记 不要看到这个人好像有灵修的需求 你就说 你的母娘 说你就是都没训题 你才会变成这样 所以你要先去训题 强迫人家去训题 这也是不要的 我们现在以后都不要 当然师兄姐会在跟你聊天的时候 会跟你聊天说 我好像最近没训题 身体安安 然后你就可以建议他 不然你要去训题吗 这样是可以 可是你不要强迫他去训 当他你都这样跟他讲 你要不要去写个那个灵修登记本 他在那边思考老半天之后 他就不想登记就算了 你不要说 来来来来 来来来来 就他可能不想训题呀 他不想训题有他不想训题的 原因 对不对 那没关系 等到他哪天想开 他自己去学本质 我们也不要去建议 太过强迫他去做 灵修跟灵疼 因为有些人对这个就是不太能接受 好 到这方面有没有清楚 清楚 灵疼的部分 我们灵疼的部分 特别一点就是 当如果你有做 楼上的问世的时候 你今天灵修灵疼就暂时先停止 耐心等待去问世 为什么 因为我们先佛不会等你 我们既然要来问世 我们要尊重先佛 先佛今天难得落下来 还要等你 这个思想就不太对了 你要诚心诚意的来 等待 写单写好之后 你就是在二楼那边 等 我们到 道物比生会请你进去 我们是教号 依序教号 进去 那处理的过程 当然时间比较长 我们这边先佛处理 耐心 慈悲 有时候处理比较久 那也是要等 那如果 先佛处理你 都很潦草把你处理掉 那你会开心吗 那一样这个道理 你自己在等别人的时候 你自己 也要有那个耐心 等别人问好 你自己进去问的时候 别人也在等你呀 不是吗 所以呢 大家是要有耐心去等 假设你今天 干部或是说道卿 你今天有一些问世的需求 那你就看一下时间 假设蛮后面的 那你当然可以先下来静坐 可是如果你不要静坐坐都忘记了 还要我们到 比赛他下来叫你 你就是太慢了 尽量 在楼上等 如果你今天有要问世 以问世为优先 因为我们当我们叫不到人 我们就是跳下一号 因为先佛不会等你 这样大家理解吗 好 再来 共修的时间 共修的时间 来到我们道内的道清 大家在聊天的时候 经常会发生 一件小小的事 我最近不知道怎样呢 我们家的谁不知道怎样呢 我不知道我要问世 当你听到这个的时候 你不要帮他做决定要或不要 你就跟他说你去问生物人员 要不要问 那为什么我要告诉大家就是 要不要问世这件事由他自己决定 我们不要帮他决定 我们也不要特别激烈说 嗯 我有灵觉 感觉他这个 家里是有事情 祖先在讨公国 所以呢 叫他去问世 你就派工作给我做的意思啦 这样你了解吗 不要派工作给我做 假设因为我们这都发生过 灵修或灵疗的过程中 甘布师兄师姐去跟这个人讲说 你家祖先在讨公国 所以你要去写问世单 结果呢 写上去之后 三叔才会说 你要问什么 我不知道啊 你不知道你是要问什么 没有啊 我刚在你楼下做饮料的时候 师姐会告诉我们家祖先在讨论 我想问问有 哈哈哈哈 啊 三叔说没有啊 你最近有 有顺利吗 有 最近贪心有顺顺吗 有 健康有 都很顺 心情也不错 你是出什么问题到底 这样你是不是要工作给我们做 啊如果你查得到你自己办 了解吗 你如果查得到你自己处理 不要叫我办 你了解吗 所以我都不会说 如果卡斯沃这个豆清在这里 都很平安 很健康 人生越来越好 他都会表示他是没有问题 哪一天他的说得 有够了 说得你够了 他的严县出来 他才是要处理的那天 不是你说 我感觉你这样 祖先你偷公告喔 你要去社工事团喔 啊 如果生人不查下去 没办法 但是要听你的厅 还是要听我的厅 很尴尬的 所以这 减少的时候 不要去说这个 我们这里严格禁止你说这个 因为这已经 会影响到我们工作人员了 还有 道清有时候会问啊 会互相聊天的时候 会觉得 我想问事 那你就跟他讲 这样子喔 如果你要问事你自己决定 如果你真的不清楚 你问一下圣物人员 我们圣物人员会去帮你判断 为什么 因为我是圣物人员 当我判断的时候 我知道这件事是可以处理的 我可以帮你处理 我们圣物人员是可以帮你处理的 所以我们可以去单 我帮你这件 这件事单下来 如果你不能单 你就别开口 不要随便说 那你度人度来了之后 他写文事单问事 由他自己决定 写好 那也不要多说 你就写上去 由先否去处理 这样就好了 这样了解吗 你不用特别去说 你这有问题喔 要想问事有段喔 就写下去了他没事怎么办 如果写下去了 没事还好 如果写下去了 问出来事有事 但是这个人没工果怎么办 他还是要修修到有工果 才才度得了啊 等于你点破了他的因果 所以我们不要去造这个口页 这样大家清楚吗 好 再来呢 如果你有需要做灵修灵疗 在我们今年度 这个灵疗登记本 我们还是在重申 你想做灵修 你想被灵修 都去登记 你想要做灵疗 你想要被灵疗 请你自己去登记 我上课会不断不断的宣导 以后在这一段我会一直讲 你们就是自己去登记 那登记好了 有我们在供修时间 会长帮你安排 副会长帮你安排 安排你 给谁处理就给谁处理 就是这样 那 不要强迫对方训体军跟灵疗 那如果你真的觉得对方很需要 你就建议他 建议完就结束 你还是很想讲你讲没有关系 建议完我给你建议 你要不要试试看 但是这个人最后决定是 不问是不灵疗不灵修 怎么办 尊重他的决定 就这样 不要硬要掉下去 都不要 因为曾经就是发生这样的 大家其实都是好心好意 可是 听的人有压力 因为他可能在问事的部分 他觉得我就会没有事 我干嘛要问事 他可能在灵修灵疗方面 他没有这个需求 他自认为没有需求 那 你觉得他有需求 是你认为他有需求 那这个是观念问题 如果他真的觉得没有需要 就好了 如果他觉得没有需要 他也来共修的时候 平平安安的 他也很快乐 这样就好了 这样大家理解吗 好 再来 在灵疗的事 的时候 跟灵修的这个过程 要记得 不要 不要就是 你是有写问事单 然后又跑下来灵疗 因为曾经发生过 楼上已经 比如说叫号 叫到某某师姐了 就他在楼下灵疗 就他灵疗 灵疗到一半 他就冲上去问事 那灵疗老师看到 那人没去了 那你灵疗老师他身上就代价的 你等于也不尊重楼下的先佛 你也不尊重楼上的先佛 所以不要去做这样的事 这样理解吗 你今天想要被灵疗 好 那你又想 你也有问事的需求 那假设你的单子被排得很后面 当然我会建议你在楼上安静的等 那如果真的没有办法呢 那 请你要把时间自己抓好 反正你就是不要让先佛叫 等你就对了 也不要有造成说楼上问事的时候 叫到你的名字了 可是呢你正在被灵疗或是被灵疗 那被灵疗那就更尴尬啦 譬如说 廖月灵在灵疗 廖月灵大德 啊你楼膛呢 冲下来 廖月灵 要要临 临 临修 啊面前要问事 还在转 是要停还是不停 我问你 你是要停还是不停啦 你会停的吗 而且如果你突然 临修把他跑掉 那临修老师也代价的 分到一半人没去 你会交代吗 这个都是很 没透动的事情 所以为什么要跟大家讲 就是如果这样的状况 你们还是以 就是问事为优先 问事为优先去做 做了之后耐心等待 把今天这个问事的事情弄好 之后你再去 灵修跟灵疗 大家这样清楚吗 好 那在灵修灵疗方面还有一件事情要跟大家报告 就是说我们到场的禁忌 这个地方是在灵疗 为优先来讲 都在这地方东西 因为让灵疗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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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 中文字架 中文字架 中文字幕志愿 中文字架 我们都是 中文字架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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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架